你们敢不敢相信就这个罗斯浩白 他竟然可以保护你的隐私 有本事强烈就让我撒压这个视频 这个东西好啊 像我们平常我们的手机号 都绑定了好多社交软件啊 比如那么一样卡什么的 一旦被陌生人发现啊 太危险了 像我这么帅的人啊 如果要是被陌生小姐姐看到 多危险啊 有道理 最主要的是啥呢 最主要的就是如果说 他们对我有什么企图怎么办 比如 我从来被我试过 都会有点紧张 来呀快点来呀 你晓得是啊 我们肯定要买一个测一下啊 你们可不要先买啊 我可以先买啊 因为我是见货 哈哈 接下来我们打个看一下啊 这个东西啊 叫做微信扫码 呼叫车主啊 只有说明啊 从车内将前挡风玻璃擦干净后 接下挪车码 贴于合适位置 网令方法 使用微信扫码 根据其实社交手机号 开启微信通知即可 通话说明啊 别人扫码看到的是虚拟号码 拨打的号码 你的手机就会散 又花了我这么多钱 我就不信这次你们还能接到啊 3 2 1 没有人能接到吧 如果有人能接到 我花多少钱买的 我就在评论器喊的叫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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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扫码试一下 先绑定手机号啊 找一下 可以扫到了 该号码还未被绑定 你客人要绑定吗 客人要绑定 哎 给你们一个机会啊 看一下你们能不能猜出 中间的四个号码是啥啊 如果有猜对的话 我就在评论器喊的叫爸爸免许 我把你成功了 管理我的罗织号码 然后这里可以设置我的车牌号 我是 阿辉应该是晚 爱 阿姨 晚爱 亲阿姨 后面是两个字 你们猜一下 如果有能猜的话 我就在评论器喊的叫爸爸 是否开启隐私保护 开启 开启别人骚马后看到的是虚拟号码 拨打虚拟号码 你的手机会想 确定 我知道了 然后虚拟号随机 是否开启微信通知开启 然后车辆 出场允许 我知道了 然后下面有 是否开启短信通知开启 是否开启免打扰 这个不要开启 这个应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有另一个问题 来扫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可以 隐藏电话号码 我们扫一下 扫到了 他在这显示 电话通知车主挪车 微信通知车主挪车 短信通知车主挪车 然后我们来电话通知车主挪车 电话 你将通过平台的虚拟号码 联系车主 虚拟号码不能重播 再次拨打 必须重新扫码才可以 我们现在拨打 真的是虚拟号码 这个电话号码 好像不是我的兄弟们 我们打过去 通了 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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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 怎么是 打错了 这是我第一次复活的号码 快点挂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试一下 这个微信通知车主挪车 微信通知车主挪车 哎呦 收到了收到了收到了 我们再试一下 短信通知挪车 短信 短信 看下有没有收到 兄弟们 这个短信我也收到了 然后我的一微信也收到了 其实说明挪车通知 兄弟们 你们还别说 这玩意 还真不错 值得购买